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 在星期一早早11點半發出通告 指制留武漢的外地人 及需要治療特殊疾病必須出城的人 即日起可以錯峰分批出城 出城的人必須身體健康 沒有發燒、肝咳、氣喘等徵狀 並不是確診或疑似患者、密切接觸者 及仍然處於觀察期的康復者 按照屬地管理原則 向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指揮部申請 向批准文件進出武漢 由警員核對身份及檢測體溫後放行 抵達目的地後 要再隔離監測14天 通告沒有提到他們離開的方法 但可以出城的車輛 就只限於水電供應、運送物資、警車、消防等公務車 而每輛車亦最多可以乘載一個司機和一個乘客 而制留外地的武漢人及車 在辦手續之後亦都可以入城 由當局做資料備案及健康監測 但看回疫情數據 武漢每一天新增的確診數字 仍然是全國第一 民眾聽到這個消息 反應都不一 不擔心有政府呢?我相信政府 有一些個例吧 可能潛在有病毒 怕有潛伏器的能傳染能力 怕會擔心一些 不過去到下午三點鐘 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再發通告 宣布相關措施無效 說早上的通告是核下的交通防控組 未經指揮部研究 和主要領導同志同意之下發布 已經作出嚴肅批評 原本的通告也都已經被刪除 結果措施由發布去到收回 整個過程只有三個半鐘 我相信這種說詞是站不住腳的 從來都是守護部做的決定 談不上說是有一個單純業務部門 在做決定 更重要的還是地方層面的決策 它現在是把握不準中央的意識 中央的政策 實際上是互相對待這個疫情方面 到底是要控制 還是要鼓勵經濟的復甦 讓基層政權 特別是讓武漢市 變得是無所適從